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蕭穎清先生 以及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嘉賓,今個星期 財經界有一個字,很多人提起 或者他的詞語,叫做內循環 即是內需有一個新的詞語 新的體會,可能要發展 詩先生,你怎樣看這件事? 內循環是否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一半是逼出來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現在是全面與中國無關 即是切斷關係 不讓中國利用科技、利用市場 即是關門,你無法做 中國以前經濟發展的初期 就是利用它的廉格勞動力 製造一些不算很高端的產品 行銷全世界,去賺外匯 這是改革開放初期,開始走的路 它是利用整個外循環 和西方的經濟循環 西方用資金、技術、管理 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土地 賣了產品去西方 尤其是美國 賣了錢,賺了美金 美國就發債,給你收回 再光顧你這個循環 美國是很著數的 但中國都不斷地賺到外匯 而自己的人民有公開 之前就用外循環 但外循環,現在被人切斷了 切斷了又如何? 唯有希望利用本土的經濟生生不息 行不行? 我認為基礎是有的 要轉移過去,又很痛苦 因為美國有3億多人口 中國有14億人口 中國內部的消費市場,當然比美國更大 如果本土的需要發揮得好 美國佔了GDP的七成 日本是一個賭國 都可以有五成多內循環 所以中國打算 你不跟我做生意,跟我切斷關係 我只是做內部的生意 都夠令到經濟生生不息 但都不容易 第一個,中國內需 為何無法發揮? 因為收入分配不公平 或者不平均 起碼農村落後地方 李總理都說 有多少億人? 是一千元 六億 一半 就不夠一半 但都是很低收入 月日一千元,靠你花多少錢? 不吃,光顧了 都支持不了中國經濟 當然,中國沿海地區、大城市 富起來的人,中產階級成熟得很快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就在中國 中國只有中產階級,都比美國全國人口多 所以內需是很強的 但中國一向都有很多出口 出口現在都30%多 中國出口以前很強的 那些產品是 全世界九成多的光顧它 例如那些積氣積用打火機 那些什麼引筒 99%都是中國做的 現在全世界70億人 中國只有14億 如果一旦不做世界生意,全部做自己的工廠 都不知生產到哪裏 真的要賣到火星才斷 所以產業結構要轉型 這樣會很辛苦 還要找新的產品,中國鋼的產品 但方向只能走這邊 其實投資市場,對於內需 中國內需,在過去十多年 曾經討論了很久 其實好德,你怎樣看 在金融市場內需板塊,一段時間表現一般 你認為會否內循環的提出,令到情況有改變 內循環的概念,我理解不單單是內需 內需都是國策 事實上,這十多年 大陸的內需,都進步了很多 由最低位,所謂的個人消費,只有三成左右 現在都有四成,其實都是進步了 國內的品牌,產品,尤其是十年八載是多了很多 亦有些上市的品牌 例如安達鴨,我們有提及過運動品牌 國內的同胞,不一定買Like,一定買Adidas 國內品牌,李寧等等 其實,受歡迎程度高了很多 不過,現在談及內循環的概念 其中一個要留意,是整個產業鏈的變化 簡單,用一個例子 以前的人說內需以為,不如你買多一部手提電話 這是一個概念 不如我不要買蘋果,買華為 更加一步的概念 看到整個產業鏈 蘋果生產的產業鏈 很多部份工序,僱用的人的時間,都是國內的 但其實,很多價值留在美國 而我們的消費,很多都是中國大陸的人去買 在這個不平衡的概念下 內循環,希望整個產業鏈 無論生產的附加價值 希望國內再多一點 甚至切斷了部份海外生意 本身做國外生意的企業 是否可以將已有的技術、已有的產能 都轉換到國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複雜的概念 其實是在國策上的主意 你看中國靠內循環的成功機會有多大? 其實很難這麼早去判斷 因為這個,剛才有施生說 也不是單單自己突然間發反逃強 是有一個客觀環境 但見到一部份的產業 如果從企業留一,我會比較熟 其實見到影響都很大 香港人很熟悉 以往國內的人去消費 買一些國內的高端牌子 無論化妝品、買珠寶 他可能是非去法國買 或者來香港,幫襯周大福 幫襯沙沙 但你見到這幾年,國家已經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內循環概念 不是說不讓你買國外的產品 但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人已經搬回大陸 譬如說 海南有免稅店規劃 其實就是將大陸人 你繼續買國外的產品 但你的旅遊、消費 很多人都已經返回國內 就是將每一個消費過程當中 斬件式,慢慢搬回大陸 你認為會否將產業鏈搬回來 會解決到剛才施生說的事情 本身的需求 始終外國的人是多些 如果只是做內地的生意 始終人都會少 會否產業鏈搬回來 會令到這個問題解決到 我剛才說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以往做很多國外生意 我們珍食服務其實低 一部iPhone 一萬元一部,國內做了九成九的工序 不過賺的錢可能1%左右 但如果能夠在內循環的概念中 假設發揮也好 當然這是不容易的 但會否將那些步驟 負加值是多在國內裏面做 其實可能就會 不單單是量的轉移 整個質化的轉移 都可能是頗重要 先生,你剛才提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收入分配問題 雖然可能有不同的改革 但最後都是收入分配 差太遠 令到內需或消費比較難 大規模刺激 你認為內地應該做些甚麼 或者已經做些甚麼 是正在改正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整個世界現在 需求不足 經濟無法持續 加上金融市場經常動盪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財富分配不公平 尤其是財富第一次生產出來的分配方式 現在 大陸都說社會主義行的 其實都是股分制 大陸的企業都是股分制 股分制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企業賺到的利潤 就透過股息 派給股東 即股東出錢投資的人 但是 新生的財富是甚麼生產出來的呢 產生的 不是單是 投資者出錢 就可以製造財富 財富一定要人的參與 用人的智慧 創意勞力 才能創造到財富 但現在我們 公司的利潤 大部份給了少數股東 當然上市可能人數多些 但相比起工作人員 都是少的 大部份的錢就落了投資者手裏面 工作人員只是跟人力市場的供求情況掛勾 是拿工資 他拿到那份小 他很難去消費 去持續 令到經濟增長 那些錢去了有錢人那裏 他不能使用 有錢人說我洗來洗去都那塊銀紙面頭那幾張 他拼命賺都是塞落下低 上面那些未洗得完 塞落下低更加洗不出來 你問有錢人有甚麼東西買 家裡甚麼都有就沒有東西買 你問牛頭過順嫂有沒有東西買 他有很多東西買 女兒又想買電腦 兒子又想買對波鞋 他又想換套梳化 他有錢有很多東西要洗 洗就經濟會 現在有錢的人錢就洗不出來 沒有錢的人想洗就沒有錢 有錢的人有很多錢洗不出來 怎麼辦呢 買保險 買P.E.100倍 還買 好像有排都沒有回報 買債券 再買下去差到零利率 負利率 唯有買甚麼呢 Accumulator Equity Link 牛熊證 那些非資產 衍生的資產 衍生工具 就是衍生資產 你拿著拿著 還有機會升值 你拿著牛熊證 拿著拿著就變零 所以 整個社會流曲 如果你說分多一點給他 其實華為是在做的 華為是讓員工持股 所有去打工的人都叫做持份者 有勢分分 他賺了錢就有得分 有得分就有得洗 中原也是有得分的 不過你當東西未曾賺得太好 所以分少一點 地產那些都分得到 如果是分配公平一點 內需就會出來了 經濟就有得持續發展 所以我認為 跟美國的角力 最終不是你可以打別人一拳 打到多重 而是你自己進行內部的改革 是不是做得徹底做得有效 其實美國有很多內部矛盾 美國現在內部矛盾 一樣是很嚴重的 先生,你對中國樂不樂觀? 改內循環的前景 方向是對的 難度是高的 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這條路還是要走的 浩德,你似乎考慮的事比較複雜 就是考慮價值鏈或分配 對於管理組合 內循環,雖然未證明得正是不行 你會否有部署不同? 上集中美關係下 中國很多企業和行業 都要重新思考 夾在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之中 如何繼續生存 做生意 其實現在很多企業 有部份受惠於大趨勢 像我上集講過 一些半導體 反映一個國家實力的行業 其實現在在政策的支持下 他們要急速發展 希望可以最盡快填補空間 晶片、芯片 很明顯 醫療上次都講過 遲些連藥都說,Payton不賣給你 怎麼辦呢 我們中國人沒有藥 唯一方法就是 麻煩自己加把勁,做好一點 說真的,做一下 甚至乎大家知道 就算是醫藥的研發 其實有很多都不是美國自己做的 他們只有外包給中國公司做 都是錯綜複雜 中間互相有價值 但其實你見到中國的一些行業 其實都是在這麽險峻的環境下 其實他們都有些空間 當然一般傳統我們理解的 過往成功的企業 純粹靠出口、靠賣打電話機 當然就在這個新局面下 其實就不容易生存 你會選哪些行業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才我說過,科技、醫療 傳統來說,都是新經濟一些 永遠是新的東西 你才有機會開創局面 如果已經很成熟的東西 其實只要慢慢被萎縮 剛才說這些,我覺得 我們知識部署上都是比較多的 我自己對中國的科技發展 前線上,我略為比一般人樂觀一些 有些人覺得中國的科技 很難追得上西方 我認為中國人的智慧絕對不差 以前中國人連食都吃不飽 膽白質又不夠,腦有潛力也無法發揮 現在基本上中國人的健康普遍改善 另外中國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 以前即使6億人口 實際上受過教育的人比例 上來遞農村大量民民 現在多些人,有了一些基本知識之後 其中有一些天才發揮的機會則多些 發揮的機會則多些 天才其實,人的智慧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偶然性產生的 多些偶然性多 量子力學,不可測 0101之間,某些位置就會跟天人合一 人的肉體知識高於現在的書本知識 腦知識多很多 即是你吃了食物 你可以將它分解 變成器官一部份 你機器懂不懂? 我們連世界最奧秘的知識、生命 我們都掌握 肉體掌握,腦袋未掌握 所以,有時就會靈光一閃 就會明白新澳的東西 這是天人合一 詩先生,你對中國的發展 尤其是科技都比較樂觀 剛才你也提到美國 內部矛盾都不少 其實觀察到或許多人都會知道 近來美匯指數跌得非常快 很多人都會歸咎於美國經濟就真的不行了 你怎樣看美國的矛盾? 會否令到經濟進一步向下跌? 現在疫情的問題 在疫情的處理上 美國實際上是 真是 賴人只不過 只有賴字 中國一月份 你已經看到武漢封城 日本、韓國 你甚麼都知道 特朗普 上星期才第一次戴口罩 你準備是否很遲? 香港說鬆一點的時候 本地竟然都停了一段時間 美國一天 萬多二萬宗 都去放寬 現在升到七萬 他們本身 美國的問題是 很多時候 競選的時候 為了當選 會做一些 對自己的政黨 個人連人有利 對社會長遠未必有好處的政策 另外 內部民族矛盾 黑人的矛盾 低收入的人的矛盾 一比九十九 99%的人 都分享不到社會進步的得益 內部矛盾當然是多的 所以他應該是解決內部矛盾 不是將矛盾推卸到其他地方 透過戰爭、社會緊張 去掩蓋內部矛盾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中美角力 不好的發展 令到變熱戰 身靈塗炭 很迫大家要去 解決內部矛盾 改善自己的體制 這次疫症暴露了美國的相當多問題 但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美匯指數跌得很高 去到九十二的水平 浩德,你認為會不會 好像不少專家說 跌到三成才停 即是去到八十元才停 我覺得這一轉跌下來 這個月跌得很急 今個月跌到五個百仙 美元 年頭到現在 年頭是九十六至九十七 跌得這麼急 背後有幾個看法可以看到 跌得比較多 主要是對歐羅和對日圓 兩個主要的貨幣跌得比較急 相對於 對人民幣 其實不是跌得很急 美國將問題 透過自己的貨幣貶值 踢過去歐洲 加深了歐洲的壓力 歐洲都不是容易過 會不會繼續急跌 如果再 以這樣的速度跌下去 我相信 歐洲和日本一定會有些方法去頂一頂 否則 他們會加深他們自己的經濟壓力 他們頂的時候 會不會再刺激多些 或是收緊一點刺激 我之前說美國會不會取消香港聯會制度 或者不讓香港做人民幣兌換的時候 都說過美元自己的地位 在現在疫情下 他要救市 不得不又再增加QE的量 你債又還不到 還發新債去蓋舊債 那些人當然會擔心 你這個貨幣長遠的支付能力 所以其實 某種情況有些人就會減少持有美債 或者歐洲有些國家 都想改一些其他的方式 不要依賴美元 這些都是一個量變 側變的過程 記得有一次在這裡做節目你說 美國這樣 又是一個循環 發了一些債不夠我 又發多一些新債 聯署局幫他買 買了又有得給息又有得還債 問題就不暴露 但這個量變的過程中 你做這件事越做越多 慢慢慢慢就造成側變 就是你的貨幣 那個可信性 就會受到懷疑 現在就正是朝這個方向去 而美國亦都沒有什麼途徑 說不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他的財政問題 變成人家會覺得 這樣走下去 轉不到彎 所以變成這段時間的跌幅 是加劇了 你還可以透過聯儲局幫襯 政府買債去解決眼前的問題 但你一路做,做的量越多 做的時間越短 別人就越擔心你的貨幣 那個可信度 先生意思是他們做了太多 投資者都看到 即使沒有做事的人 都開始要想想怎樣變 或者先生 如果未匯指數真的繼續跌 應該投資者怎樣部署 或者怎樣去保護自己的財產 買一些實質資產 還是買一些特別的東西 除了私基金 除了私基金,很好的選擇 但近期私先生都說過很多次黃金 剛才我都說過 美國的黃金期貨已經升過2000元 歷史新高 應該逐步向私先生的目標5000元 不是目標 我只不過說 以前的金價一旦升破上一個大浪的頂 升一個開兩個開 是很正常的事 美元作為一個全球計價資產 當它開始跌的時候 很多全球性的資產都會升 因為當美元跌的時候 歐洲人看過黃金 便覺得便宜了 這個真的會刺激到 我聽說歐洲有幾個國家,將在美國存放的黃金 反彈運回本國 應該都不容易 要我理解 都要很多年才做到 所以情況就是 各位香港投資者 拿著美金或港元,都要小心一點 如果繼續跌下去 真的要想過方法,去保護你的資產 今集到這裡 多謝兩位嘉賓 大家如果對私基金有興趣 記得去到我們的網站或Facebook網頁 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和直播 多謝大家